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是谢靳元 但因那个人临时受了伤 才让谢靳元顶替 也成就了谢靳元的万事英明 那么 当时的第一人选是谁呢 就是黄永怀 四川安岳县人 黄永怀是黄浦军校第五期学生 谢靳元是第四期 毕业后在国民政府警卫团当剑席排长 随后又升任连长 早在1932年爆发的松户抗战时 黄永怀就主动请跟日寇雪天 英功升为第八师 八师 二六二旅 五二四团三营营长 而谢靳元 也在二六二旅旅部当参谋主任 1937年8月13日 松户会战打奖 处在对日军作战第一线的 就是八八师 黄永怀时任五二四团团父 对部下们说 这次不杀鬼子 对得起死难的同胞吗 并挥笔写下两句诗 踏平三岛方雪恨 罢官归更宿悦成 作为团父 黄永怀本来是没有必要冲在最前面的 但出于对日本鬼子的痛恨 黄永怀几乎杀红了眼 要不是部下死拉着他 他差点都杀到了鬼子阵地上 之后 就是著名的四行仓库保卫战 在有些媒体刊登的文章中 都说谢靳元是五二四团的团长 其实是不对的 谢靳元当时只是五二四团的团父 跟黄永怀一样 而且 这个团父也不是副团长 只是在团长身边工作的附属人员 当然 团父具体是个什么地位 很复杂 以后再详细介绍 当时 日寇除了在上海打 还把矛头指向了南京 因此 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便派五二四团团长韩宪元帅一部分去支援南京 留下一个加强营首带四行仓库 拖住日军 这个任务 孙元良本来是交给了团父黄永怀 但不巧的是 在刚刚进行的一场战斗中 黄永怀因打得太过投入 被日军的一刻 子弹打中左眼 被紧急送去了医院 于是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谢晋元 这才有了八脉壮士 死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 谢晋元一战成名 成为流传至今的民族英雄 而黄永怀却阴差阳错 错失了这次著名的战斗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是黄永怀带兵 他肯定也会跟谢晋元一样死守不退 等伤好后 黄永怀被安排去了中央训练团 是任干训班的教育长 但黄永怀不想留在后方 找上风要求去前线 说没能参加四行仓库宝贝战 总得给我一个机会弥补遗憾 后来 新编二九师成立后 黄永怀被调任副师长 1944年4月30日 日军杀到河南许昌 驻守许昌的 正是新编二九师 面对汹涌而来的日军 黄永怀下令 我第一个上 后面的都跟上 谁敢撤 我就避了谁 黄永怀正在指挥室 有人报告说 身为副连长的侄子黄正道当了逃兵 黄永怀大怒 说我这就避了他 但是 经过调查 黄正道是和一批伤兵退下来 准备继续战斗的 并不是当逃兵 黄永怀拔出枪 说 如果你敢当逃兵 我就避了你 不能让你给黄家抹黑 黄正道回答说 黄家人没有脑肿 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说完 就带着伤兵又冲进了战场 再也没回来 许昌远看守不住啊 黄永怀对大家说 我们可能会被日军俘虏 都记住 谁都不能当脑肿 当汉奸 咱们要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 由于日军太多 黄永怀最终没能突围出去 被日军俘虏了 但是 当他看到日军肆意枪杀战俘时 大怒 说 有种的在战场上打 杀手无寸铁的俘虏算什么好汉 趁日军不注意 黄永怀抢过一把枪 连开竖枪 打死了几个日军 最后壮烈殉国 年仅42岁 2014年 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 就有黄永怀的名字 但是 跟谢晋 原相比 他的名气就太小了 正如一位抗战老兵说的 谢晋元率领八百壮士进入四行仓库 成了历史上的名人 而黄永怀虽在许昌壮烈殉国 却一直默默无闻 人之有幸与不幸 实在太微妙了 有趣味 有思维 有品味的三位历史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UHUA108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MASHAUHUA108运回搜狐